主播各位观众带您关心 在国会职权行使法三读通过之后 现在朝野针对是否要废除 考监的声浪是在起 现在绿白阵营是要提出修宪来废除监院 对此监察院长陈菊 今天也首度对外回应 先带您一起来听 我们对三前分立的理想 从来没有改变 充满期待 只要立法院透过修宪的程序 来汇除监察院 我全力支持尊重 好 可以听到陈菊 他就表示说 对于三权分立的理想 他从来没有改变过 只要透过修宪的程序 他一定支持也尊重 不过现在就有国民党部分的立委 是提出说 他们希望是废院不废权 而且希望可以先来动涨相关预算 对此陈菊是回应 他认为说这根本就违反了 大法官的解释第632条 他说除非他们是宪法 与无误才会这样无视程序 以上是现场的最新情形 先把时间交给棚内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 等下载静新闻